今天是我跟薇林結婚二十週年的終年紀念日 本來我們是計劃去慶祝的 但想不到今天我卻給他 是要一起來面對這樣的傷害 薇林對不起 絕非有心人士所陳述的那樣 甚至於指稱我們把家暴當情趣 這絕對不是事實 在認識基督信仰這十幾年來 我嚴格要求自己正派行事 一共吳國輝吳律師也在現場 那我就把麥克風交給我們的吳律師 好 那請坐 本來我們是計劃去慶祝的 但想不到今天我卻給他 是要一起來面對這樣的傷害 絕非有心人士所陳述的那樣 甚至於指稱我們把家暴當情趣 這絕對不是事實 在認識基督信仰這十幾年來 我嚴格要求自己正派行事 不虧欠別人 首先我要代表一起發光 為最近所有的風波 引起的紛爭 及所有受傷的家人朋友們 造成大家心裡的不安和不便 所以鄭重地在這裡 向大家表示遺憾及歉意 這段時間所有在媒體裡出現 對我和我太太及一起發光所有不實的指控 對我們的家庭及教會造成重大的傷害 幾乎讓我們已經站立不住 我必須承認 當我們在禱告中領受神 卻要我們靜默 然而這卻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真的非常非常的煎熬 在演藝圈三十幾年 我一直自認 是一個盡心盡力 非常敬業 而且認真在崗位上努力的演員 而在婚姻當中 其實今天 是我跟薇林結婚二十週年的週年紀念日 真的很對不起薇林 本來我們是計劃去慶祝的 但想不到今天 我卻給她 是要一起來面對這樣的傷害 我一定對不起 我當然知道我仍然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但在和太太相知相惜的 這三十年來 我們彼此相愛 一起經歷婚姻中的高山低谷 一路扶著走到今日 和我們熟悉相處 密切的朋友都知道 絕非有心人事所陳述的那樣 甚至於指稱我們把家暴當情趣 這絕對不是事實 在認識基督信仰這十幾年來 我嚴格要求自己正派行事 不虧欠別人 盡情努力 愛神服侍神 雖然我完全不明白為何會發生這樣的事 這是 在這陣子靜jas禁眸禱告中 感謝主 讓我學習更加地破前向神禱告 更多地敬拜 安靜在神的面前 因为这一点我要感谢赞美我的神 我们核心同工的家人们都共同希望 我们不能因为被这些不实的谎言所激怒而来做婚姻 我们必须在信仰中原谅静默 所以我们每天有更多的敬拜祷告和赞美 并且我们也为那些说了颠倒是非 患的人不停祷告 直到现在我祷告时间到了 所以我们决定出来书名 为的是要平息这场搅乱和谐的风波 并且不让我们的信仰继续受到污蔑 本来对于这一次风波桌 所有不实的言论 错误的解读 或是颠倒事实的陈述 我们都不想再说 原来想的是亲者自亲 事实一定会慢慢呈现 但是 演变至今 不但涉及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伤害 更严重伤害我跟太太 一生克己维护的名誉 所以我们觉得必须要面对大众说明 今天我将透过声明稿的方式一字一句的念给大家听 因为我不希望我的任何一句话伤害到任何人 我再次强调 我今天会用声明稿的方式回应 是因为我不希望再伤害到任何一个人 目的就是单纯澄清事实 使大家尽快恢复平静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